好 妳現在看到 這個民進黨的治國方式 就是這種大內宣 口號 然後沒有溫度 他都是透過一些什麼 社群平台在跟你講話 比方說我們要知道 蔡英文在幹嘛 只能看看她的臉書 她最新的臉書又PO文了 她又告訴你 這個中央地方持續在努力 穩定南部的供水 她已經把自己當成 經濟部長了 就這事情還需要你來講 就是你只叫人民省水 但不解決問題 我們要這政府幹什麼 你應該是要趕快去解決 我們的管線老舊的問題 趕快去解決這水庫的淤積問題 你是叫大家趕快來省水 還需要你講 經濟部都已經這樣子 天天在PO文說 現在這個降雨很少 什麼緊急訊號的 那你還在那邊 用呼籲的方式在治國 所以讓大家覺得 這就是蔡英文帶起來 我們現在整個執政團隊 就是這樣子的風氣 只會口號 但是不會做事 另外我們看一下 就是陳建仁是不是也是 同樣如此 中和那邊 一家四口 然後有三口竟然成了甘屍 這種社會上的悲劇 這個事情大家都引 就是引發了大家的一個關注 陳建仁他就事隔了幾天之後 就說很痛心 然後已經責成這個政委0萬億 然後督導相關部門 然後完成檢討報告 責成這個字也是 這個民進黨最近非常愛用 蔡英文之前就責成這個 責成那個 然後責成了半天 下面也沒做事情不是嗎 現在陳建仁有樣學樣 也責成了 國語小辭典 責成就是要求他人完成任務 所以就是 自己就是個局外人 就沒我的事 我已經叫誰去做了 不干我的事嘛 所以一堆插話之後 什麼情況還是沒有改變 另外一位也學到精髓的 就是這個陳吉仲 淡價又要漲了 現在他就講說 我們會尊重討論的結果 因為這個彈農 彈商 會到農委會來討論 然後後續他們這些 淡價委員會會進行一些討論 然後他就說 我會尊重討論結果 那就等於說 你農委會沒有什麼角色 沒有什麼角色 你又要管 然後又管不了這個結果 然後你就告訴我們 我尊重這個結果 還有一週之內會公佈結果 等於說又跟你在那邊 扯東扯西 然後就是沒講重點 而且這樣子還要再等一週 你的效率到底在哪裡 現在這個淡價 好像是回不去了 這個從2022年的1月份 那時候就講說 這個淡價缺得很嚴重 淡缺得很嚴重 淡價很高 過了一年 到現在還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難怪很多的網友 在那邊講說 那我要你這個農委會幹什麼 我要你這個陳吉仲做什麼 你不會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蔡英文的口號政府 最近新的詞是什麼 任性 很堅韌 充滿著任性 說要這個 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堅韌之島 然後堅韌國家 然後他在國慶的時候 就這樣子講 然後魏晨時中助選也是說 四大任性 所以現在開始全面 大家都在那邊提任性 任性掛嘴邊 陳吉仲也在講說 他打造一個任性的農業 其實你就在那邊 把所有的這些 這種口號詞 打叉叉 其實他根本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他只是講了一個很 模糊籠統的詞 讓你覺得他好像想要做什麼 但是事實上他什麼也沒做 另外一個民主 也是這樣被用到爛 他講什麼 我們要守護民主 不能讓這個世界懷疑 一二六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投出來 讓大家不要懷疑 台灣的民主 還要跟這個民主夥伴 打造民主晶片 民主鳳梨 民主鳳梨酥 民主石斑 台灣好民主 什麼都冠上民主 都對了 神經病 就是真的是這個 民進黨天天都在發明這些詞 那更不用講說 這一兩天我們在講說 運安會的主委 他是爆出來上班的時候 翹班修車泡湯 然後他就講說 就是非事實 他說否認去泡湯 但是那個人確實是他 這樣子就沒事了 他還講說是人家刻意操作 那以前民進黨 你是怎麼打朱雲鵬的 當時朱雲鵬 就爆發出來翹班 去會女友的事情 馬上當時的立委葉怡經 就講說 這是馬英九 本身就是縱容下屬 開小差的慣犯 而且謝長廷也講 他就講說這個就是有點 上樑不正下樑彎 正者正也自率已正 然後俗感不正 結果現在民進黨對於自己人 倒是很寬容 又是很雙重標準的感覺 董哥 對 其實民進黨 他們常常有一個作為就是 口號喊喊就以為已經做了 喊完口號就以為已經做好了 說服了自己是嗎 對 從阿扁時代 那時候剛上任 沒有多久張進雄當行政院長 我還記得在中院健康 擺出會當多人 他說我們現在要大力的來做事 口號叫什麼 八腰洞洞全民啟動 八腰洞洞是8100億 所以你會覺得說民進黨為什麼 都是譬如說八連800億 八千800億 或者看到那些預算來 對於新冠病毒的也是八千億 所以為什麼他們很喜歡用這樣 因為口號叫起來好聽 但是看這些人 其實你會想起了 內政部長林又昌要上任的時候 他寫了一個簽字文 然後自己蹲在地上 他說我們民進黨其實做得不錯 但是跟社會有偷竭 為什麼有偷竭 因為我們親戚做得不錯 可是中小企業都挺我們 中小企業受疫情 所以很多都虧損了 很多人都裁員了 他總結一句話就是 我們跟社會上 他有嚴重的剝奪感 就是我們上面很多人很好 可是最底層很多人不好 意思就這樣 相對比較起來就會有剝奪感 那大家看民進黨這些人 是不是夠得爽歪歪 是 用公務車到宜蘭去 他說我沒有泡湯 可能他認為人家沒有拍到照片 但是我們會發現了 民進黨其實他是有恃無恐 因為做這些慣常的行為 對他們來講太平常了 那我們看到了 社會上一樁一樁 那種相對剝奪感是越來越嚴重 譬如講71歲的行政院副院長 沈隆金退休下來幹嘛 台灣大金控的董事長 等於說國營事業或鎮魯經營的 一般來講過70歲以上 就不會再用了 對不對 他也有那個規定 那你現在為什麼 因為要安撫 把這一人安撫 然後給你們去領高薪 那他的工作什麼 領薪水 他可以管台灣銀行 所以你今天看到所有民進黨 大家都在分 鐵達尼要存的時候 大家還在搶位子 然後可以看到就所有 民進黨他對於外界講這些 他不太以為意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了那種關槍關掉到 移民署出境入口拍桌的 說我是國安會的秘書處長 這些人你就不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大錢在握 所有好處都要拿 所有特權都要用盡 所有位子都要佔滿 這就是民進黨的態度 對 我要鄭重道歉 我剛剛忍不住罵了神經病 我要更正民進黨好有財 民進黨好有創意 民進黨好有台灣價值 這些詞我們看得好開心 來 宇璇 所以在講說這個陳建仁 大家批評說他不做事 這無所作為 我就誤會他了 他有個最重要的任務 什麼 當總機 所以什麼折承 折承什麼意思 陳建仁就是總機 為您轉接 對 什麼事情找他 不懂的怎樣 交給鄭文燦 然後搞不清楚的 交給下面任何部署 所以說他才會說折承折承 折承這兩個字 就是陳建仁最大的任務 因為講白了除了這個任務之外 你要去期待說陳建仁 能有什麼作為 光連一個行政院院會 邀請部會首長來 通通全部都靠鄭文燦 連出去外面 連發個言跟在野黨的立委談話 小超都還要看著別人寫的 我真的很難期待說陳建仁 畢竟他就是一個門面 你就想清楚了 陳建仁只是來過水 他就是掛個門面 擺在行政院好看一點 看起來溫暖一點 事實上就這樣子而已 你回過頭來講到陳吉仲 這件事情 淡價他的邏輯是這樣 陳吉仲原本在去年3月的時候 允諾所有的老百姓說要平衣淡價 甚至是提出一個政策 叫做一元二位數 要補助差不多二位數的 一元的等級 來去平撫這個淡價 以及補貼淡農 但最後到了11月他改口了 11月那時候要選舉了 已經要投票了 他改口 他改口說什麼 說我只管的是什麼 我只管的是蛋量 但是我不管的是淡價 所以即便缺淡的情況之下 淡價還是一樣水漲船高 但是淡缺不缺 還是照樣缺 但陳吉仲 依然什麼事也沒做 但你問說究竟這個整個淡價 為什麼會漲得這麼厲害 為什麼會缺得這麼厲害 矛盾是什麼 你去看基礎的淡農 基層的淡農出來爆料了 基本上他們的淡價 在缺淡的情況之下 甚至價格還是下跌了 但是到了大盤商的時候 反而漲價了 所以他有一個數據 他們給的理由是說 因為有禽流感 因為飼料問題 但是淡農反映的是 基本上他們的生產成本 以及銷售價格是下跌 但市面上的所謂的批發價 是上升的 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上升最主要原因 就在於說有中盤商以及大盤商 在利用所謂的這個消息 來去做出一個價差 你回過頭來看 真正飼料它成長成本 只有大概1% 飼料增加的成本只有一成 可是整個淡價增加多少 這張居然剩下4成 所以這些東西 陳其中知不知道 他通通都知道 問題是他完全沒有能力 可以去解決 所以你回頭來看到這些公務員 你反觀說像楊宏志 之前運安的東西 也是那種亂七八糟 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在打混摸魚 他們根本就只是要這個位置 做好我們政治語言和政治操作 根本無心在這個位置上 反過頭來他們為什麼想 你自己看 上面一個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怎麼樣 去金門晚2018年的時候 跑去遊金門 一樣20個警力帶12個水護 一樣 那時候還發生什麼 南部台灣大水 823砲戰 結果陳建仁在8月24的時候 馬上跑去金門晚 根本就沒有在管這些事情 他那時候是副總統 就現在依然高升行政院長 所以你說運安會主委 到先前國安會秘書處處長 他們為什麼完全無所謂 為什麼陳吉仲可以擺爛 因為反正只要政治語言做好 把意識形態搞好 事情都不用做 關照樣升官 毛哥 我是覺得就像剛才宇軒講的這些 就像剛才翟軒有提到 謝長廷引用的 我特別喜歡看這些人 引用這個引經據典 講中國人的這些論語 謝長廷講這個正者正也 子率以正 贖感不正 這是紀康問正於孔子 孔子回答的這段話 但是謝長廷這個話 如果下半段再把論語引用完 你就知道謝長廷是在罵蔡英文 因為下半段叫什麼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也就是說你看得到 你如果今天這個執政者 跟你這個執政黨 做的事情是端正的 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 不是搞清算鬥爭 不是搞騙人 不是搞騙完選票騙鈔票的話 你好好做事 老百姓求之不得 一定聽你的 那問題是你都在亂搞 你把老百姓都當成 笨蛋在糊樓對不對 你蔡英文不管在國慶文告 還是元旦的講話裡面 你都說什麼 我們投入社福超過7000億 今年又有多少專款專項 要做什麼社會安全網 我們不會讓任何人倒下來的時候 被漏接 事實上是嗎 中和一家四口給你餓死了三個 然後所有的社會安全網 全部失靈 你中央的預算就是沒到位 你的長照就是沒有人 又錢不夠 那你們拿去幹什麼 你們拿去搞飛彈 飛彈是獨裁者的飛彈 軍購是軍閥的軍購 你今天給我講民主 那我不跟你講飛彈 我跟你講雞蛋可以嗎 我可不可以要一顆 謙卑的民主的雞蛋呢 要不然我們怎麼支持民主 對不對 政者 政也 你這個其身正 你不吝而行 那你連民主雞蛋都給不起我 你要我支持民主進步黨 這是絕對做不到的事情 他會跟你說民主有價值 所以也要很貴 對啊 那你跟我講說飼料漲 對不起 飼料漲已經漲好幾年了 特別從俄烏戰爭之後 那你跟我說你不知道 怎麼去控管物價 你曾經這種農委會管到現在 你不知道是哪些彈車在運彈嗎 這些彈車是從哪些大盤 那邊誰在囤貨 不知道嗎 那你這個農委會主委 還真的不用幹了 那如果不是你在縱容 不是你在土利 那這個環節 怎麼可能運轉這麼久 然後還讓你在這邊囤彈 還讓你在這邊囤積居期 告訴你說少了 所以價越來越高 然後中盤小盤要吊彈 還要加價去買 然後怨聲載到 老百姓還買不到彈 你們還要 連雞彈都可以搞成恐懼行銷 還飢餓行銷 這是民進黨的民主 所以今天我們謙卑的 要一顆民主雞彈可以嗎 你不要給我在那邊搞什麼軍購 搞什麼地雷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 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不是青天白日滿地雷 你真的不要這樣欺負我們 你講一套做一套 真的 我現在在回想 你告訴我說社會安全網 跟社福預算要破七千億 那怎麼會你們搞死人 都沒有人下台也不用道歉 像陳建仁這種人 真的 反正他是傀儡 大家也心裡有數 繼續讓大家笑下去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回來